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了之後 司徒說你署名的就是退出総委會 你不退出就趕你走 那時候還整色整衰 其實也不是完全整色整衰 就是在八十年代初遭遇《基本法》的時候 中國大陸是相對比較開明的 可以這樣說 用今天提法是有史以來最開明的時代 是胡耀邦 剛剛落台很久 胡耀邦帶動那個所謂未批判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那個大民主 或者 whatever 整個所謂民主運動 就是在胡耀邦當總書記的時代 事實上共產黨是一個最開放的時代 然後他下來之後 因為那個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不力等被那些腦鬼斗下來之後 趙紫陽當總書記 由總理變成總書記 我們都記得八十年代 初中英談判主導的是共產黨 當時政府的總理就是趙紫陽 是吧 八四年簽訂中英元口聲明的草簽 和正式簽訂的是趙紫陽 他是國保院總理 英國是保守黨的手上 但是長逸夫人 是吧 跟著趙紫陽做總書記 總書記才是最大的一個 總理都不是最大的 大家都很清楚 總書記 那時候他也是一個相對比較開明的 所謂八十年代中期草議基本法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採取一個相對比較開明的態度 是吧 但是一整個六四的慘案出來 就整個變成了 所以看到整個基本法的草議 當時雖然仍然是內地的草位佔多數 香港的草位是佔少數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 就是抱持著 就是按照鄧小平那個所謂一國兩制 講人治講高度自治的這個方針 就是去設計 但是一個六四慘案 就是翻盤 是吧 六四慘案就是一個第一個翻盤 第二個翻盤就是03年 香港五十萬人上街 這個是第二個香港翻盤 所以03年7一之後 對香港的政策 就是中共那個思維是改變了 還有它是收緊了 對香港的政治上面它是收得很緊 所以就由政治局常委的層次 去成立一個香港小組 然後跨部門來管香港問題 對上那個就是曾慶紅下來了 他是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 現在管香港的習近平 是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 他也是下一屆 第十八屆 遇無意外 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 全國代表大會 就是十八大的領導人 十八大之後 他就會做十年總書記 現在他管香港 去到一個層次 在這裏原本 所謂國務院的港澳辦公室 和這個中聯辦 就是這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合辦事處 這個駐香港聯合辦事處 就是用國務院的名義 而是官方政府的 那你有一個港澳辦 哪裏叫中聯辦 其實中聯辦不是屬於政府 他是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 現在這個所謂中聯辦主任 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的書記 如果大家對大陸的制度比較了解 你都清楚 有時一個辦公室 它有兩面牌子 一面就是黨 一面就是政 譬如你的順德 順德市政府 它會有一個順德市人民政府 一個牌 另外一個牌就是中國共產黨順德市委員會 市委書記大過市場 一個法工室 兩面牌子 香港就不至於這麼過份 因為一國兩制 但大家都習慣了例 今天第二館子中心 西環中環 中環就是下你不道 西環就是這個中聯辦 他是未爭取在一棟大樓裏面 兩面牌子 這個當然不可以 香港來的 很難 第二個版本就是 2003年 西環大樓裏面 西環大樓裏面之後 有這個 就是香港小組 然後層次去到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常委 大家不知道 其實現在管中國 十三億人民的 是九個人 這個是寡頭獨裁 毛澤東時代是一人獨裁 鄧小平時代是一人獨裁 兩位總書記都很瘋狂的 胡耀邦 是中共見證以來最得民心的一個領導人 但也是屈屈而終 八九年的所謂民運 也是因為胡耀邦在4月15日死了之後 學生悼念他 然後演變成五月的學潮 然後六月鎮壓 也是因為胡耀邦 看到胡耀邦就想起貪官 於是便興奮了 其實這樣很簡單 然後提出反貪污 然後爭民主的訴求 這是很清晰的 不過現在人們甚至在亂說話 但亂說話都沒有下場 馬力說碳書 碳黑碳書就死了 馬力說 曾蔭權說 我再說一次 我代表清體香港人 然後又死了 陳一鶴 這個學生會會長 是香港大學有史以來 第一個被學生罷免的學生會會長 誰鬥這些東西都需要 這是很清楚的 你怎樣歪曲都沒有用 你怎樣企圖 治國或不治國 有意或無意 想去淡化 或者歪曲到頭來 你都是下床很悲慘的 其實很簡單 他沒有言論自由 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這是大師大非文 OK 沒有強力 所以這個對共產黨來說 絕對是一個禁忌 這個禁忌或這個包袱 是會 即是 他如果不扔掉他 他的管治的應受性 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香港對他來說 真是亡次在輩 大哥 又十幾萬人 還在一個維園哭喪 是不是 他真的很難頂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底下 即是說他難頂點 在共產黨眼皮底下 你又來 咦 他不扔掉你 不扔掉你 因為這個是一國兩制 講人治 講孤獨自治 他又不扔掉你 他唯有叫這些 有些人亂說 或者在教科書裡 亂寫 現在的中學教科書 六四一定沒有講 血腥鎮壓 誰敢 但你可以教 你說你殺人 就不行 教科書你寫 代表你都說 這對他來說 我想告訴大家 香港和外地之間 和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都有極權 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妄自誹薄 我們社民營爭爭的民主 不是香港的民主 我告訴你 你上網看我們政綱就知道 全香港只有一個政黨 有政綱 是講與大陸的關係 我們那一章叫做北望神州 不像香港和內地關係 或者中港關係 神經病 你香港是國家嗎 中港關係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港關係很荒謬 但大學經常說 你是哪一個國人 你是香港國 中港關係 中台關係也是自己製造台獨 兩岸關係 政治一定要正確 搞書 不要亂說 兩岸關係 香港和外地關係 什麼中港關係 中國和香港關係 兩個國家 中台關係 中國和台灣兩個國家 自己找自己拚 所以這個不要亂說 很清楚 所以我們一章叫做北望神州 向北望 是我們的神州大陸 很清楚 將我們對六四產案的立場 對中國民主的立場 是寫在我們的政光上 我們是要求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 還政移民 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選項 即是說人民可以通過投票 我選你共產黨就選你 我選第二個黨 這是我們社會民主連攝的政綱很清楚 全香港沒有一個政黨 像我們這樣 一說起大陸的關係 就鬼鬼祟祟祟 油泡琵琶搬遮臉 是吧 我講民主派 建制派不用說 他不需要油泡琵琶搬遮臉 他就是親共親北京 是吧 所以香港對大陸的影響其實是有的 當然現在大家集中的焦點就是說金融、貿易、大煞豬三角 說你該該說這些 他不會說政治的 但是這次六四 燭光晚會我告訴大家 最少有五千人來香港來香港參加這個晚會 我自己六四之後兩三天都會有兩個來地的人來面當找我 我們這些捐款商收到很多人民幣 所以對共產黨來說 香港真的是亡次 亡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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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又不能亂來 為什麼會這樣 就靠香港人繼續堅持 你不堅持 你這些事全部都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